魯特2023年年終統樂會開放報名囉 在這部影片結束之後 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報名表單 在12月15號到17號 到時讓我們一起晚上烤肉 交換禮物 帶觀眾一起去騎車 年終抽獎 等等等等的活動 另外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魯特的影片 想要支持魯特的話呢 下方的連結也會有周邊商品可以購買喔 每個人的生命中 都會有一些特別的回憶 有些回憶稍縱即逝 而有些回憶 則是讓我們銘記一聲 在這些令人難以忘去的回憶中 其中一個 就是那一個令人熱血沸騰 激動的瞬間 當你擁有了 你人生中的 第一台摩托車 對很多人來說 這個時刻 通常代表著你人生中 某一個階段 夢想的成真 代表著你有了可以獨自去探索這個世界的能力 那一刻 它不再只是凡人口中 那一台平凡的交通工具而已 它是一個象徵 象徵著成年 與獨立 當你握住摩托車的把手 感受著引擎 每一分 每一秒的震動 當你坐在自己人生中 第一台摩托車上 第一次 感受著自由的風 你會知道 你正在邁向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 一段人生的新冒險 你還記不記得你的第一台摩托車呢 它可能現在還在你身邊 它也可能早就不在你身邊了 它可能陪伴你走過很多地方 也可能只是在市區裡面 一年365天 默默陪著你通勤 在10月初的一天 我跨上了我經營頻道之後 買的第一輛輕檔車 KTM的Duke 390 就是老觀眾們所熟悉的 小橘白 打算騎著它 來一趟不一樣的環島 回憶一下頻道剛開始時的熱血 而怎麼個不一樣法呢 這邊就讓小弟先賣個關子 出發之後 路上再說吧 出發前我去台中的創普車業牽車 在隔天早上的大概8點半 從家裡出發 往我和這位老朋友 之前一起出門的時候 最常走的第一段路 台61 西濱公路 騎在市區裡面 輕巧的車身 引擎運轉那熟悉的振動感 略微戰鬥的坐姿 還有每一次進檔之後補油的那種拉扯感 想當然的 還是喚起了我之前每一次 騎這台車出油的回憶 隨著我離西濱公路越來越近 這種感覺 也就跟著越來越強烈 謝謝 這條台61西濱公路 是我每一次出門前的第一段路 同時 也是跑完了每一趟行程之後 回到家前的 最後一段路 承載了我出發時 對每一趟旅程的期待 同時也讓我在回程的時候 回憶每一趟旅程的遺憾 我們常常會說 留點遺憾 下次再來 其實很多時候 這句話 真的不是為了講而講的 而是常常因為天后因素 時間因素 而沒去到原本我們想去的地方 沒看到原本想看的風景 沒體驗到原本我們想要體驗的騎乘 真真實實的抱著一顆 肚爛的心情 說出這句話的 所以如果你要我用一句話 來形容西濱公路的話 我會說這條公路 對我來說 就是包含了我所有機車旅行的酸甜苦辣 是一條有著千隻百味的公路 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在這次環島前 同樣也要貫徹 一直以來的作風 不定房間 不排路線 想停就停 簡單兩個停留點 不開導航 甚至這次的設備 也只帶了極度輕便的器材 也有很多人都會說出門 就是要把行程全部規劃好 東西一定要全部待齊 才是一種負責任的行為 不過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旅遊節奏 太負責任 反而會少了很多的彈性 沒辦法想停就停 所以對我來說 負責任的方式 從家裡快快樂樂的出門 在公路上 安安穩穩的騎乘 最後 再平平安安的回到家 可能跟我的個性有蠻大的關係的 從經營頻道以來 我算是一個永遠不會甘於現狀的人 尤其是在拍攝影片的這件事情上 同一個地方 其實蠻少會去過之後 再去一次的 每每要出門前 都還是會下意識的開始 找那些沒有去過的地方 因為這樣 從一開始的一日公路旅行系列 到天數比較長的離島公路旅行 再到下了一兩次賽道之後 發現比起在賽道裡面 我好像比較喜歡離開封閉的賽道 騎向那些未知的地方 所以後來才慢慢的又轉變成了 零到騎行 長天數的露營行程 甚至是國外的騎旅 這些轉變 比較像是自己在騎車的過程中 慢慢去認識那一個 原本不認識的自己 所以在西邊上 除了回憶過去 與小橘白 一同奔馳在這條公路上的每個畫面 也同時在慢慢的與自己對話 探索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 而前面 之所以說這趟旅程特別 則是因為在這趟行程中 我並不是只有騎小橘白環島 而是分別會騎到高雄 台北 接著換RC390 390ADV 接著再一路前進 所以在下了西邊之後 進入了高雄市區 我來到了凱旋高雄旗艦店 準備跟小橘白說聲後天見 然後在這邊進行這趟旅程中的 第一次 換車儀式 RC390 上次我在我媽環島的時候 我也是來這邊換 換我們的790ADV 那這次呢 騎著390Duke 來這邊換什麼 換RC390 很可愛啊 好 熱一下好了 這次呢也算是我的一個小小的挑戰 這個 仿賽 騎仿賽要 走東半部啊 其實我還蠻想要幹這件事情的啊 只是之前都沒有時間 所以這次呢就讓我 騎這個RC390來這個挑戰 東半部 準備出發啦 這次呢 RC390和小橘白使用了同樣的引擎 外觀 則是長得完全不一樣 流線造型配上翹高高的小屁屁 就是為了速度而升的小跑車啦 而在台北和高雄換車 也就代表著這台 這台RC390 是我在這趟旅程所騎乘的三台車裡面 即將陪伴我最長時間的一台車 要從高雄 一路經過台東花蓮宜蘭 騎到台北 而所騎RC390 其實我跟他也算是有一面之遠啦 還記得某個雨中的午後 就在這台車發表當天 就給他騎下去賽道了 結果忘記才剛騎不到5圈還是6圈吧 就直接給人家滑出去了 差點賀成交 就要賀成交 尷尬了 真的要賀成交了嗎 所以對我來說 這即將到來的東半部行程 反而比較像是我的仿賽雪恥之旅啦 騎出高雄市區就在準備進入屏東的時候 這騎車出遊以來 最常遇到一個狀況也來了 下雨 Pulling me back on up Not tonight Pulling me back on up Not tonight 我知道在這邊就把雨衣穿起來 實屬不良示範 但是因為這段環島的時間 剛好是夏季與秋季的季節交替 加上前陣子因為事情比較多 所以那時候我是覺得我的抵抗力好像有點差 淋了一段小雨之後 喉嚨就已經痛痛的了 所以這邊就不鐵齒了 而話不說直接停在路邊 把我的輕便雨衣給他穿上 然後就準備迎接 平鵝公路了 這天的雨下的蠻大又蠻久的 騎到海豚灣的時候 看到雨這麼大 就索性也不停了 打算進入台東之後 再看狀況休息 以前我都會覺得南迴公路 就是要在白天騎 眼睛 要看得到蔚藍的太平洋 那才叫騎南迴公路 不過隨著來的次數多了 我也逐漸發現 和白天相比 晚上的南迴公路 騎起來其實也蠻舒服的 在這邊幾乎沒有什麼車 可以用自己最舒服的節奏騎乘 所以即使嘴上說著沒有設定停留點 但當下我還是下意識 把今天預定的住宿點 設定在台東 1 是住宿的比起墾丁 在台東交去的價格 真的比較便宜啦 2 是以我這個每天早上起床的時間 怕住在墾丁 可能明天出發的時候 都已經超過9點了 所以啦 即使下著雨 我還是決定 今天直接給他殺到台東過夜 出了南迴蓋 來到大午鄉 時間已經超過晚上8點半了 天空的雨 也下得差不多了 我的雨衣 雖然這時候看起來已經破爛不堪 讓我快變成了橘色小飛俠了 但是他也算是完成了他的使命啦 當下停在大午7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現在的狀態還蠻好笑的 大概是看到自己越狼狽 內心就越開心的那種感覺 尤其是當天晚上的風很大 把包包放下來的時候 破掉雨衣還會隨風亂飄 很有失意啊 所以停下車來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自拍橘色小飛俠 然後傳給珍珍看 停在7吃東西 也算是我們一直以來很常幹的一件事情 方便 快速 同時還可以順便買咖啡 在這種 我不是在摩托車上騎車 就是準備跨上摩托車騎車 的騎爆旅途裡面 不用花很多時間去排隊買吃的 只要停下車 進7 吃完東西在跨托車 就可以繼續騎了 簡單方便 只是吃到一半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結果是好像還沒有打電話訂住宿 秉持著我們一貫的精神 沒有先訂房間 也沒有安排任何的景點 想停哪裡就停哪裡 現在時間呢 8點16分 人在這個大午7 現在才要訂房間 打電話去問一下 最近中秋節剛過 應該是空房很多吧 看到這邊 應該有人 就會有疑問了啦 如果當下在這邊沒有訂到房間 或者是房間全滿了 那要怎麼辦 說實話 原本我是想說 如果真的沒有房間 那我在過了台東之後 就繼續往北前進 騎到真的累到不行了 這早間便利商店 或者是汽車旅館 停下來休息 因為雖然是環島 但是騎的路 基本上也都非常熟悉了 不特別訂房間 可以在這趟旅程中 添加一點點未知的驚喜感 下次如果要再讓我獨自一人 去環島一次 我想 我應該還是不會訂房間啦 最後我在晚上的接近10點 抵達台東的喵喵民宿 整理了一下東西 撸貓撸了大概半個小時 喝了一點小酒 就直接入睡了 起床了 今天預計是到花蓮吧 不知道耶 不確定能不能到花蓮 因為今天有颱風 下午的風勢 好像就會比較大一點 那我們看情況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就到 花蓮 然後過一夜之後呢 再看看 我們不要硬起 因為梳花好像我記得 現在也有管制了 出發啦 一早起床之後 我也繼續踏上旅途 環島的路線 到了台東的資本之後 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一是走著靠山的台9線 二是走著靠海的台11線 這兩條公路 不管你走哪一條 目前都有區間測速 完美的演繹了什麼叫 修都會對啦 嗯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 在區間測速裡面 可以慢慢欣賞啦 還記得之前我在影片裡面曾經說過 我是一個愛海 大於愛山的騎士 不過這件事情 我覺得好像也會隨著時間慢慢的改變 現在我好像變成了山跟海 愛的一樣多 喜歡大海 是因為他那一望無際的遼闊 給人一種 身心舒暢的平靜 而山 則是因為他帶給了我 那一眼無法看透的未知面貌 可能這次去他是長這個樣子 而下次你再去 原本的路 可能就不見了 所以啦 現在我覺得我的狀態就是 山跟海 我兩個都愛 還愛的一樣多 在台11線上 騎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過了區間測速之後 右轉 津巴翁海岸 這裡也是每次來台東 我都會很想要來的地方 地理位置上來看 這是一個比台11線更靠近海邊的路段 第一次來這裡 是愛群志同道合的影片創作者 有說有笑 打打鬧鬧 第二次來 則是載著我家勞母 騎著騎著 就感動到哭了 而這第三次來 其實我的心裡面沒有任何的想法 只是靜靜的吹著油門 看著海浪拍打著小波塊 腦袋裡想的 都是前兩次 美好的回憶 北回歸線 當我人來到封冰鄉的進浦北回歸線的時候 手機的通知突然跳出了 氣象局發布了陸上颱風警報 出發的時候 原本新聞是說 颱風的路徑是不會影響到台灣的啦 結果沒想到過了一天 入境北移 所以到了這邊 當下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該怎麼辦 原本的計劃是在花蓮 再過一晚之後 隔天直接從花蓮起回台中 但是因為多了這個颱風 所以呢 最後我決定 就直接把今天的行程推進到宜蘭 至少 離家會比較近一點啦 其實RC390在東海岸 今天因為車子真的蠻少的 所以整個過程 真的就像是一個追風少年 最讓我感到愉快的 就是我真的是處在一個放空的狀態 什麼都不去想 只專注在當下對車輛的操控 以及交通號至上 而把我從這放空狀態拉回來的 則是七星潭這一片無敵海景 以及 這一群熱血的觀眾 這一群正在順時針環島的觀眾 當下看到我停在路邊 馬上一群人也接著停了下來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小聊了一下 順便合照 告別這一群觀眾之後 我們也分別繼續踏上往北 還有往南的旅程了 來到蘇花公路的入口時 時間大概是下午3點多 以之前來到這邊的時間 幾乎都是下午超過5點 今天這個時間對我來說 真的算是很早了 而蘇花公路上 目前有幾段路 是有管制的 所以當天其實在蘇花上面 也等了一小段時間 在我機車旅行 蘇花公路 在我機車旅行裡面 經過的頻率算是很少的 以往到花東 幾乎都是直接走中橫 回程的時候 直接走南迴公路 所以其實算了一下 上次來到這邊 也大概是 4個月前 和不老騎士們一起經過的時候了 這次再經過 除了同樣有管制之外 這台灣駕駛人的水準 同樣也是讚讚讚 在山路上 其實我蠻多時候 都會和前方的車輛 保持一點安全距離的 這一天在我前面大概還有 4台車 因為是爬坡的路段 所以大家的車速 其實都蠻慢的 而這台 白色小車 這邊我就簡稱它為 三道 插隊載 應該是家裡面有不可告人的急事 所以看我前面保持一點車距之後 迫不及待的 在對向車道有大車過來的情況下 跨越雙黃線超車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拿後了 他應該就是容不下 視野前方是摩托車的那種人 所以也只超了我這台車 然後就繼續開 家裡的急事 也因為超過了摩托車之後 突然就不急了 面對這種插隊載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應該也都是見怪不怪 毫不意外啦 結合早上經過幾段區間測速 當下其實我心裡 真的是五味雜陳啦 幸好這趟環島沒有因為家裡有急事的插隊載 所以氣魂賣 淋著雨 起進蘇花蓋 在騎了不知道多久 我終於離開了花蓮 進入宜蘭了 各位朋友早 現在人在 礁溪 離北宜公路已經很近了 昨天到的時間呢 因為比較晚了 昨天真的太累了 然後又弄的東西太多了 拉擋汗 昨天又拉到睡著 然後又洗衣服 所以昨天晚上就沒有拍片給大家 那我這次住的這個 這一間算是背包客棧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他那個房間裡面呢 他有 澡湯 那我覺得睡起來呢 是蠻舒服的 不過這個就有機會的話 下次我們再 拍給大家啦 這間還不錯 下次來礁溪的話 還可以住 其實從今天開始 對我來說算是環島的 最尾段 從我們這個宜蘭的礁溪呢 今天要一路直接殺到 台中 第一站呢 我們會停這個 台北的 永鑫 停那邊呢 我們把這台390換成 最後一台 390AB 跟這個390AB 也算是有一段蠻長的交情了啦 所以騎起來就是跟老朋友一樣啦 換車之後 走 61 不多說啦 好不好 今天要跟 RC390說再見了 準備出發 GOGO 這場雨從昨天的蘇花 一路下到宜蘭 過了一個晚上之後 還是沒有要停的趨勢 所以啦今天毫不意外 就是一個雨戰的日子 雖然那天的雨在我整理完東西之後 完全沒有要變小的意思 但是從宜蘭到台北的這段路 我還是選擇走北宜公路 想說是個平日 騎起來應該沒有什麼車 會比較舒服 而這段路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就是一切的一切 都跟上一次在賽道裡面的情況很像 一開始很多髮夾彎 路面也因為雨勢 淋得全濕了 所以在北宜公路上 其實我騎的 真的很小心 絕對不能在這邊滑出去啊 玩這一次 可能就真的要喝成嬌了 而北宜公路 也是我在這趟環島中 騎著這台RC390 長陽東部的最後一條山路了 回想起來 自從高雄剛牽車 進到屏東之後就開始下雨 騎了一天之後 都已經準備要到台北換車了 還在下 自騎車以來 我自己覺得很開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那一顆愛騎車的心 不會因為現在是極點 也不會因為現在有沒有下雨 或者是下雪 很冷 更不會因為我現在人 怎麼還在台東花蓮 而想說好想趕快回家 很慶幸我自己 可以保持著 跟當初一樣的熱情 同時也願意嘗試更多不同的車種 路線 雖然這次騎完北宜公路之後 我也要跟這台RC390說拜拜了 不過我相信 這一次 絕對不會是最後一次騎他的 離開北宜 接下來也算是進入了 整趟環島中 我最不想進入了一個地方 台北 作為半個台北人 如果仔細觀察頻道裡的影片 其實可以發現 北部的景點 我算是真的去的很少的啦 除了人真的很多 車子也很多 每次騎 每次心裡都很阿扎 所以只要是有環島行程 我幾乎都會刻意地避開台北 或者是選擇 北海岸的路線 這次連到了這邊的時間 都還刻意選在了交通的 尖峰時刻前 打算在內湖的永興車夜 換完車之後 就趕緊 離開市區 而在內湖這邊 換上了這台 我曾經很HARD 390 ADB 390 ADB 和前面騎的兩台 Duke 390 RC 390 用的是同樣一顆引擎 只是外觀上 比Duke 390多出了一小片風鏡 比RC 390多了更長的懸吊行程 輪胎也變成了多功能胎 換上了不怕倒不怕摔的 390 ADB 反倒是我的GoPro 在這邊換車的時候 不小心把它摔到地板上 結果鏡頭就這樣破掉了 騎了這麼多是硬耐力 還有靈道都沒事 結果竟然破在柏油路上 影片到了這邊 我還是想要紀念這台GoPro英勇復出的畫面啦 如同之前騎著小橘白 剛上西冰 我剛買兩天的GoPro Max 英勇跳車一樣 所以接下來的畫面 可能會有點裂痕 還請各位稍微單待一下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逐漸從一日的行程 慢慢開始嘗試 長天速的旅程 從一天 到兩天 再到最多超過一個禮拜的行程 這樣的旅行方式 加上騎了越野車之後 就很常往花東跑 ADV車款 自然也就成為了我要去跨縣市 長距離零到探險的首選 有載重能力 長途騎起來又舒服 想進零到 也可以隨時進去亂騎一通 摔了也不痛不癢的 很幸福啦 離開了內湖永新之後 接下來我騎上了西濱 受到台風外圍環流的關係 右邊的海浪真的超級大的 側風也很強 一路從台北騎到了桃園 來到這西濱公路上 最新開張的 新風休息站 在這邊買個熱的 讓自己休息一下 接著再繼續出發 最後 頂著風雨騎了大概兩個小時 我趕在晚餐時間前 平平安安的 回到了溫暖的家 雖然說這趟環島比較像是我對自己經營頻道以來的回顧 但是其實我覺得 一年來一次這種沒有目的 只為奇策環島 可以讓自己有很多時間去回想每一趟旅程 甚至是反思自己 這次環島換車的順序 我覺得另外一方面 也蠻能反映一直以來 我對於騎車這件事的心境的 從一開始的小橘白Duke 390 外型充滿了肌肉線條 風鏡 真男人就是要用一己之力抗風 什麼都不用多說 一個字 帥 就完事了 到中間的RC390 開始嘗試公路旅行以外 不同的騎行屬性 賽道 林道 應耐力 比較像是在尋找自己到底喜歡的是什麼 是賽道嗎 還是林道 的這個過程 到最後決定了自己最喜歡的車種 多功能車系 390ADV 公路 土路 聊K 最好什麼路都要可以騎 整個過程 就像影片最一開始提到的 騎車 其實就是一個探索自己內心深處的活動 我很開心 在騎車這段時間以來 找到了我自己所鍾愛的車系 最後希望看到這邊的你 也能找到屬於你心中的 Duke 390 RC390 或是390ADV 騎車這件事 永遠會有學不玩的技巧 也永遠 不會有騎玩的一天 最重要的是 把握當下 想騎就騎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 下次見囉 拜拜